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到今天为止 石门水库的水是1.31吨 所以我们要全部公灌 恐怕是有问题 但是我们今天会上会去讨论 有没有可能部分地区可以公灌 那这是我们这一次会议最主要的目的 这个加强节水调配及回退水库的这个资源之下 蓄水量略有回升 那经过今天会议共同讨论评估 在桃园灌区的第三分区 也就是桃园 扬美 新屋及新竹的湖口 新丰等部分地区 也有7174公顷的一起到座可以公灌更座 但是因为水量仍有不足 仍不是非常乐观的一个情况 所以我必须要做保守的因应 其余的桃园灌区第一跟第二分区 也就是桃园 观音 大园及丝门灌区的全区 总共有2.8万公顷 则因水库的蓄水量无法满足灌溉的这种用水 在不特意的状况之下必须公告评判 那今天在会议之中 我们也听取了气象局的专业的报告 以及相关的气象专家提供相关的咨询的意见 依照气象局的预估 今年的2到6月之间受反胜一年的影响 降与偏少的几率比较大 在新竹 苗栗及台中地区的水库蓄水量 因为只有2到3成水行 是比较吃紧的这个状况 所以在我们台中苗栗及新竹地区 在上次的工作汇报 已经决定一起到座停灌 但是石门水库的部分 刚刚跟各位说明 蓄水量略为回升到1.3亿吨 经过大家充分的检讨 我们认为桃园灌区的第三分区 可以再充分利用皮躺的用水 及河川区域排水的水源之下 可以来公灌 指挥官也请大家持续努力的解水 各单位再加大解水调度的这个措施 好 好